出席孫協志婚禮 講錯話鬧失言風波 主持人在台上就講一些祝福的話 突然麥克風督給我 你有什麼話想說 我就對著韓瑜說 我真的沒有想到 今天站在這裡的會是你 然後我就說 太玩笑了啦 沒想到他們的婚姻就這樣散 今天如果換作是任何其他人 講這句話 大家都會當作 可是至少我很機智啊 有 今晚8點 東森綜合32頻道 今晚開戰吧 好 好